穆巴拉克下台世界两大强国的反应又是如何 您知道吗 其实美国总统欧巴马也在第一时间举行了记者会 他是赞扬的哦 他赞扬埃及人民追逐民主自由的勇气 好我们立刻接下来连线中天驻华府的特派记者曾国华 我们问他就明白白宫目前呢 对这个穆巴拉克下台的说法 还有看法到底是什么 国华 林秀白宫首先呢是松了一口气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穆巴拉克最后下台的时候 他是和平的下台 也就是18天来埃及民众这种这个理性的抗争 最后呢是和平落幕 但是其中这个里边啊 实际上是一波三折哦 博巴拉克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了这个开篮 所以的话这个危险性非常高 美方一直担心说会不会这个军方跟抗议的民众发生冲突 造成这个重大的流血事件 那最后能够和平落幕 所以呢首先这个欧巴马政府啊就感到松了一口气 那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啊 所以就你可以了解到总统本人啊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关心 非常的重视 那过了两三个小时以后呢 欧巴马总统在白宫就发表了一个演说 他呢主要是赞扬啊 这个埃及的人民以非暴力的方式来这个推动埃及的民主 那么他很感性的说人生啊难得几次见证历史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见证了历史 那么他也表示说这个六千年来啊 埃及作为一个文明的古国 他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过这个出色的这个亮丽的表现 可是过去几个星期呢 在埃及人民要求普世权利的时候呢 历史之轮也帮着他们在快速的飞转 所以这个基本上白宫的是感到轻松 然后呢对埃及人民啊 能够取得这么大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啊 是表示祝贺 敬秀 好谢谢国华 其实呢这回埃及非暴力的成功哦 就要在美方的态度呢 最后欧巴马可以说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美国这次在处理整个埃及的事件上 态度之前呢是相当耐人行为的 可不可以帮我们谈一下这中间的转折点到底是在哪里 林秀 开始啊 这个抗议示威开始的时候 美国的确是左右为难 这个立场非常的尴尬 那我们知道啊 今天你可以说摩巴拉克是一个独裁者 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专制的这个政权 但是摩巴拉克毕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仅次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盟友 那么过去三十多年来 中东地区啊 这个能够避免大的战事 没有大的战争 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埃及呢 这个能够跟以色列和平共处 能够跟以色列有一个和平协议是在美国帮助下签订的 那今天你把这个摩巴拉克这样一个盟友去掉的话 美国也是很为难 美国难在哪里呢 第一他不能得罪摩巴拉克 同时他更不能失信于争取民主的埃及民众 所以当时一开始他表态啊 是非常难表态 一方面呢 他要支持民众的诉求 另一方面 他又不能点摩巴拉克的名 也不能直接要求摩巴拉克马上这个下台 所以他所说的是给这个欧巴马曾经给摩巴拉克打电话 希望这个他呢 推动埃及向民主过渡 如何过渡 没有人知道 那么后来呢 看到这个摩巴拉克啊 在这个埃及民众越来越多的聚集在解放广场 这个提出民主的诉求以后 摩巴拉克仍然面战啊 就是不肯走啊 可是呢 埃及民众的这个抗议呼声越来越高 美国的立场呢 也慢慢的明朗起来 特别是前一天了 摩巴拉克呢 给人的印象是说 他要下台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潘马特 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就公开说 今天摩巴拉克有可能要下台 可是当摩巴拉克走上电视的时候呢 他又说要继续做下去了 这个时候 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美国的耐心已经走到尽头了 所以开始公开的呼吁 摩巴拉克必须立即下台 那还有一点这个营秀我们要知道的 美国公开在呼吁他 呼吁摩巴拉克下台的同时呢 其实美国跟埃及的国防部官员 一直有沟通有对话 美国希望呢 这个埃及军方在这个民主运动中 能扮演一个鸡鸡的角色 今天我们看到埃及的这个示威啊抗争 能有这么重大的胜利 能够和平落幕 跟埃及军方在这个运动中 保持中立的立场 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关联的 敬秀